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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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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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此的话呢 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 整个的这样一个平台 可以为大家的提供 一个协助的一个工作环境 当然也有专注的一个业务的 所谓的一个分析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做的整个的 这样一个工作是为大家 提升整体的企业的 领导力和那个 劳动力的效率另外的话呢 积累更大规模的 那个数据 以提到为下一步 那个业务创新的一个结果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从跨一个角度来说 我看到 最近一次的 IBM的CEO 在那个一个活动上的演讲 他就提到 整个的那个 其业务当中 如果说到现在我们把 信息放到有平台当中 现在还是一个相当小的部分 那么如果以中国的 运作情况来看 那个电子商务 那么把我们和 最终消费者之间的活动 已经充分发挥的 淋漓尽致 当然 人就有很大的一个 那个发展空间 在新零售的那个 促进下面 但是 和他们相比 那么 企业应用在这方面的 那个提升空间更大 这是大家为我们自己的 一个共同点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在这当中 以自己的一个 经验 和过去的一个实践 以供应链作为一个主线 以互联网技术作为一个介入 那么我们为大家的话呢 会提供这样一个 首先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 那个相应的一个业务 大家会看到 这个当中的话呢 总体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 一个web的一个服务 那么在这个web服务当中的话呢 我们 在这当中有一个相应的网页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手机的一点面 在这个手机应认上面的话呢 我们会充分应用 那个手机的灵活性 发挥手机的一个作用 那么大家会看到 我们会充分用到 手机的camera 照片 那么Q码的试验 当然可能还有些 其他一些设备的一个介入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使我们可以提供一个 整体的一个移动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和大家以前接触的 很多脑系统 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大家可能用过 各种各样的一个应用系统 但是用过apps 那么大家有没有用过一个 手机上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系统呢 这样一个系统 我们并不是敢失望 但是的话这样一个系统 的确为大家提供的一个 更多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样的话呢 会带来的是各种各样 一个灵活的架构部署 那么今后我们会从 那个课程当中 我们会跟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介绍 另外的话呢 我们在整个技术当中 也充分考虑到了一个信息的安全 我们在网络的连接方式啊 在前端的那个输入界面 在其他这方面尽可能的 为大家考虑到各种各样的 信息安全的可能性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 那么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与Q码去做一个结合 因为不管怎样 这个信息服务的提供 那么作为信息服务提供的话呢 需要有一个相应的 Token的基础 那么我们是在编码的基础上面 把Q码作为一个 Token的一个展示 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概念 那么呃 我们刚才讲到的Token 那么当下热义最大的一个Token 是什么 区块链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的话 今天大家看到啊 如果在中国的话 可能已经认定的 区块链的一个垂直供应商 大概有几十家 他们独要都在做一些相应 比较低apps decentralized apps 那个这个是跟区块链相近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应用 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 但是如果大家去看这些资料的话 好像很少有人做我们这一块的内容 其应用 供应链和区块链相结合 那么我现在的话呢 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 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会支持对每一个文件进行发码 然后的话呢 支持文件的整个流程的 生命周期 我们也可以对每个尸体进行发码 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会引发相应的数据共享 然后的话呢 有有限的公共披露 和接口认证的持续提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信息提供的一个机制 然后的话呢 我们有类似公告牌这样的展示机制 在这方面呢 我们有相应的一个 那个封数的提升的话呢 我们帮大家去做到有什么事情呢 做到在你的业务运行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交易实体 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区块链的一个码 我们作为一个信息的提供者 我们希望和其他相关业务的 企划的提供者的话 做对等的那个接口协议的探讨 以及揭入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技术 还是相对的受开放的 可以方便的揭入到其他的系统当中去 那么在这方面当中的话呢 我们会帮助大家 首先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 那个PASA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在PASA应用平台上 你既可以做一个单点公司的一个登录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 一个decentralized的应用 当然你也可以把一个PASA平台 部署到一些企业集团 或者一些生产系统办公序 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了这样的所谓的一个 decentralized的几个hub之间的应用 那hub和hub之间的话呢 是通过协议进行一个交换的 当然你多部署我们的那个系统的话 那我们系统之间的那个协议 就会更顺畅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做各种的应用 另外的话呢 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吧 因为我们的系统和架构技术 完全可以支持这一点 我们会大家支持一个相对的一个什么呢 网状结构的一个 就是说 后面一个实体 所谓的distributed 就是分布式这样的部署 那么分布式这样部署的话呢 和前面的话有什么不同呢 前面的话都有一个 那个dominant power 就是一个驱动的一个力量 那么在satellite当中 那么公司公司作为一个机构 作为一个主体 它来驱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分享 那么这要看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如果你是解决公司自己的事情的话 其中实质没有问题 但是供应链上面认为公司 只是一个信息交换的一个节点 那么所以说如果是单点的话 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只能作为一个仓库系统来处理 或者交货系统 或者是采购的一个Hub 对吧 那么但是作为一个企业集团来说 那么我进行一个 运作相对的一个供应链 在这上面把我的那个 利益相关方集中在我这个当中的 分散的部署当中的某一个Hub 体系当中的话 那么多个Hub体系之间的一个沟通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么在供应链应用当中最 成体系的Ecosystem 就是整车场 那么当然整车场也有一些什么呢 大型的一些那个一级 那个汽车部件供应商 那么整车场和汽车零件供应商之间 他们如果通过协议 进行数据交换的话 那么就类似于这样的 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大型的整车场 它有它的一级供应商 二级供应商 为了它进行服务 他们通过供应链是设置 对吧 然后通过那个 比方说那个 生产配交中心啊 或者是那个 社会配件中心啊 等等这样的方式 为其它进行辐射 那么形成这样一个网络 那么这个呢 是所有的企业围绕整车场 但是如果我有一个 一级的那个 部件供应商 举个例子 轮胎 那轮胎 它不可能只为一家公司做配套 它需要为几家公司来做配套 那么它也可以推出 自己这样的一个供应链 那么它在有多有供应链 它和整车场之间的关系 就类似于这样一个 decentralized的一个关系 而 讲到后面一个 distributed的一个方式 就分布式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那么在这方面当中 如果你是有更弱势的一个全体 比方说你是一个二级三级的一个公司 我是一个做汽车套 汽车座套 或者我是做一个汽车座套的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我希望通过我的设计 为做汽车车套的厂商提供一个有value的工作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么你能提出一个对他们的一个服务建议 而不是被动的接触订单 这个呢 是在将来提供的环境当中特别有意义的情况 那么所有做的这些的话呢 我跟大家说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做供应链发码 就是什么呢 就是区块链基础当中的PoX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像POW 就Proof of Work 当然我们的技术 暂时并没有具体规划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PoA Proof of Assets 或者那个PoS Proof of Service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面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的 发码的话呢 支持实体 支持文件 支持每一个交易实体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和所谓的Smart Contract 相显介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 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个相应的认证的一个机制 和查询的机制 并且能够有完全清晰的审计线所提供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那个账本的一个纸账来进行存在 那么这个在应用当中的话呢 比方说我所知道的像EOS等等 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开心项目 另外也有些其他的一些美国公司 他们可能提供这样的项目 但是的话 他们提供的思路可能和我们的思路是有差别 他们是纯从区块链技术出发 而我们的话呢 是把区块链技术作为我们供应内计 主线当中的一个呈现方式来做相应的一个结合 这是我们定位上的一个不同 那么我们来谈谈我们的主页 我个人一直喜欢这个 我们要建立一个完整的覆盖端道端的一个供应链 长远的目标的话呢 是用SaaS的服务来涵盖端道端的供应链 现在的话呢 我们完全可以支持单点的应用 或者是PaaS SaaS的应用的话呢 我们很快会有一个原型产生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 这个SaaS服务的话 可以就某一个具体的一个应用流程 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 这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那个支持全面的那个指标和业务考核 数据继承这个不能置疑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讲的非常清楚 我们是以消产转换作为入手 支持企业扩展供应链以及服务转化 这一点非常非常是重要 为什么呢 如果讲到那个 如果讲到数字化应用或者信息化 那么 那么 中国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年 回顾中国的那个信息化过程 那么我个人是一个 几乎可以算全程的一个参与者 在企业应用方面的话 我也是很早的一个参与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了那个 我们中国的一个信息化推广 以及和国外在这方面的一个对比 我发现在这个领域当中 就是以消产转换 然后结合到企业的供应链服务的话呢 始终是在这个当中的一个 应该是说 带开发的一个领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当今世界 以供应链 那个协同 来定位的企业 大概软件企业 有不到400家 那在这400家 还不包括提供服务的服务商等等 那么这和传统领域里面 你说PRP等等这些产业 相对的集中度来说 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 跟大家说 这个领域里面的话 大有可为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来说的话 我希望我们这个应用的话呢 它是贯穿人和价值链的成功 那么我在这个当中引入Ware 引入互联网 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是想除了企业应用之外的话呢 结合社会化 让在当中的所有的理想观者参与当中 让他们的价值能够得以体现 这个呢 是我想 这个两条 是会在我们的供应类应用当中 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领域 这是一个单点的一个应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只是跟大家讲清楚一件事情 那么 如果大家回想 以前的那个 企业化 信息化的一个应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大家 都是说什么 都是说我们要 一把手 参与 或者以什么什么为中心 到底很简单 任何项目都是完成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在这个阶段性的目标 过程当中的话呢 都会有一个目标的一个主体和核心 那么所有东西都围绕它去做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信息化过程当中那么多年的话呢 我们一直 围绕的是什么呢 是在资本 和资产的那个透明化 这个是过去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强调在资本和资产透明化以外 我们的引用资本的透明化 以及引用资本的效率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就要强调强化 除了跟这些资本相关的一些部门之外 那么其他的业务专业部门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和体现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以服务的一个概念 那么使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 互为对等 而不是说以某一个为中心 这个大家可能有很大的一个 另外的话呢 这个当中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应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会给大家说到 我们作为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应用 也会提供一部分的所谓的生计的线索 那么比方说啊 生计 那么操作支持上面 来支持那个日节日清啊 或者是阅读节算 也是一种那个生计上的一个支撑 嗯 这个呢 跟大家讲了 刚才讲的一个是一个单点的应用 那单点应用当中我已经讲到了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什么 是企业内部的部门之间的一个平等 那么在我们的供应链上面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字化的供应链 它和实体的供应链还是有差别 但是我们这个数字化供应链的话呢 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 那么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在我们的技术上面 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数字化供应链 你任何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 一个业务需要来加入进来 在这当中体现它各种各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所以说呢 数字化供应链的应用系统相当于 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城市道路 以及上面的一个工作展具 那么我们任何人参与到某一个工作展具里面去 是进入了某一个被设定的一个场景 在这当中完成自己的工作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 工作场景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应用系统的话呢 随着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载具 它也会这个场景的话呢 做相应的一个变动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很有意思 在这个当中的话呢 有一些不同领域的玩家的话呢 跟我们想法是一致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今年2018年1月份 在美国拉紫维加市的CTS上面 封天汽车 在他们的一个发布上谈到了他们的一个想法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什么呢 E-PLAX 就是那个E调色版的一个圆形 在这当中的话 这一台相似车 是他们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车辆 在这个车辆里面的话呢 它到各个地方 它这边用的是一个在各个地方的一个场景 在这个方向上呢 不同的那个车子的话呢 在那当中的话 提供不同场景 在公用系统当中进行衔接 这个想法 实际上和我提出的一个供应链 的一个数字化供应链 民传工作法的一个想法 是非常非常地相近 你看到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那个物流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像一个分布啊 大的载具 小的载具 那种东西 logistic 对吧 然后to green time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地球兵器 center 他们都已经在走了 交付 这个是 所以是大家会看到 这个是在任何一个领域 大家都 会考虑到的一个一个应用 嗯 嗯 下面的话呢 我们会谈一谈我们的应用 在中国的一个 那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应用前景 那么首先的话呢 呃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 呃 一直在专注于我们的 基础平台的一个技术升级 以及相应的一个场景开发 同时的话呢 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很多大事 那个刚刚结束的那个两天 是一个大会 呃 然后的话呢 去年十月份的19大会 我们呃 博化了两个一百年中国的一个目标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在当中引入了 呃 去年十月份 那个呃 呃 国家的两个文件 一个呢是加快工业互联网 注定实际经济转型 另外一个的话 积极推进工业链创新的应用指导意见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呃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说 呃 我们的应用 也会为这些部分呃 做一个主要的一个推进 第一部分呢 就是供应链应用的话呢 为大家提供一个应用场景 为作为一个生产服务的提供者 提供一种可能性 那刚才我在前面介绍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过 而我们为大家提供这个可能性的话呢 呃 使供应链的信息 和供应链的信息展示的话呢 呃 造一种对等 所以说的话呢 呃 原来在这种被动 接受方 它无论是处于更好的提供服务的角度 还是 那个更 那个 有更多的那个 销售机会角度来说的话呢 它有可能 会提出它的所谓的 有特色的生产服务 或者增值服务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可以在整个的供应链过程当中的话呢 形成一个所谓的推搭的一个结合 那么 这个在 那个 呃 IoT领域啊 有许多非常 呃 明显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解释 比方说 呃 我作为一个呃 呃 呃 那么我可以利用那个 供应链上面的技术 再结合IoT当中的一些小的一些应用 开发 比方自动承重啊 然后那个 信息发布啊 然后载具的那个 呃 那个规格识别等等这方面的一个应用 那么做到什么呢 我的补货信息 能够通过 那个供应链 的 那个信息交换 呃 及时的 得到 然后的话呢 我能够 呃 提供及时的一个补货 服务 让我的重货 那个 运作的周期的话呢 相应的进入缩短 那么这个一方面是提升 营销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那么 原来 如果你去看 在这些领域当中 如果我们在两年前 或者三年前的话 呃 这些企业的话呢 他们都是被动的接受 他们的 下游厂商 对他们的 那个 那个 要货的一个 拉药申请 拉药要求 那么它要尽量的去 提供一个满足 而在这些过程当中的话 它提供了一个主动的服务 那么这是一个主动服务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的话呢 在这些过程当中 它有相应的一个生产服务的一个提供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那么这就和我们 呃 讲到要提升 那个服务产业啊 等等这方面的话 都有很深的应用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和 也和大家讲的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 如果 一个 拉药 形成批量等等 而后变成一个推送 和拉的一个结合 让所有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变成一个暗序生产的话呢 实际上 也是符合一个人类发展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利益的 第二个部分 区块链在供应上的一个影响 那么 呃 讲清楚一点啊 我们的确是和区块链技术做结合 那么 我们结合的点呢 是在PoX 那么 现在做的是PoW 那么 呃 当然我们也会去和那些 那个商务文件做结合 那就是Smart Contract 如果我们能够提供完成成绩线锁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作为 一个 那HAPPLINE当中一个部分 啊 因为我们肯定只能作为 营运资本 因为 因为是那个 呃 空音链嘛 那么肯定在上面是营运资本 不管你是 是设备资产 还是那个 呃 那个存货 呃 服务都可以 呃 当然我们这个上面不会有 那个 有价证券的这些内容 因为这个是 呃 区块链当中一个部分 也暂时 呃 那个那个 那个 写生大陆的保理啊等等啊 可能是跟我们相关 我们跟他们结合 感情比较大一点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 如果在供应链上面 我们可以更快的 更频繁的 更有深度的来展示供应链风险 怎么看一下呢 供应链上面最大的一个重视的 我们不管怎么去一名供应链 那么就是说 评估各个各个风险 然后对这些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在我们基于那个 互联网技术上的一个供应链技术的话呢 可以为大家更快提供 反应速度更快 因为实时的 更频繁 因为我快了 那么当然我可以提供更高的一个评次 然后更有深度 什么概念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去在 端到当地供应链当中 去发掘我的下游 下游的下游 或者上游的上游的供应链当中 可能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什么 是打通 供应链当中所谓的认读安卖 这个呢 是提供的一个可能性 用来展示 整个供应链上的风险 这一点是一个基础 非常非常重要 有了这一点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来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反制的一个或者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服务 然后的话呢 动态的在细分节点进行所谓的价值的一个评估 供应链永远是个动态的问题 在动态的问题上面呢需要做动态的一个评估 那么以往大家谈到的所谓动态评估的话 在管理当中大家经常听到的话 比方ABT成本法呀 CR Constraints TOC呀等等这方面 那么我们希望在引路当中的话呢 我们可以帮大家去 做到这样一个动态的 新闻节点的功能评估 最后一点的话呢 这两点的话 前两点的话 都是为大家的 那个基础营效率 基础营风险 提供支持服务的 那后一点的话呢 可能我们可以和新金融相结合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和什么 是引入了区块链技术 那么 企业营风险当中需要的是什么 金融产品的一个支持 那么在原有的 因应环境当中的话呢 在一个适当的速度下面 在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更新频度下面 在一个你和我 面对面的一个前提下面 钱 我们只到了它看得见的股位 对吧 如果我们有机会 可以做到更快 更频繁 更有深度 那么我们可以促进 我们的实业的供应链 和新金融的更有效的一个结合 加强 加强 和促进 工业内金融 比方说我们可以 在这个上面的话 提出一些 在工业上的企业的 互助的一个行为 也可以 和金融服务 我们相结合 引入新金融的产品 比方说我曾经跟人谈过 谈到如果 供应链上面可跟踪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会 考虑 以此作为依据 怎么将于推出 更有效的 一个保理的一个服务 这是很有前景的一个应用 最后一个 供应链的一个生态圈 我刚才也讲到了 供应链的话 的结顶的话 以前我们看到的结顶 都是什么 营运的货物 提供的一个服务 但是供应链上面的话 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圈 这生态圈的话 也不会是我们 以前看到的这种 以一个 政策上的形式的 对吧 进行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要货的 这样一个 拉死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 互联网 结合下的 一个供应链的话呢 可以提供一个 全新的一个生态点 的一个参与 让大家有一个 对等的方式 另外的话呢 也有个人 可以参与这种当中 因为我个人参与 这种当中 看到有很多 企业的需求 得不到 那个 满足 另外的话呢 在这部分上的 专业人士 又没有 发挥他们的 那个作用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这个平台呢 能够为他们 进行一个 一个牵线大桥 能够 把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的整个生态的话呢 能够建立起来 当然长远来说的话 也可以依据 供应链生态 在各个节点上 为大家提供一些 安全生产 或者是一些 技能提升 这方面的一个服务 那么所有这些 供应链的话呢 刚才我就讲到了两点 一个呢 就是供应链上的 传统意义上的 供应链上的 一个风险的 一个评估 另外一方面的话 提供新的内容 新的服务 这当中的话呢 谈到了供应链上的 服务提供的改变 谈到了 那个 与区块的结合 和新金融的 一个结合 那么所有这些的话呢 都是带来的什么呢 供应链上的 实体经济的 一个效益的 一个提升 和服务的一个创新 那么这结合中国 在那个新的 那个两个 一百年的 占领目标的 实践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要有更多的 城镇化 和经济态的一个建设 那么这些城镇化 和经济态建设 是怎么来的话呢 他们就是在这 过程当中 一个单点 一个一个单点 这些单点的话呢 当你这个单点 融入到一个 数字化过程当中来的话呢 它会形成一个点 它们的效益的话呢 会像一个墨迹一样 带来一个 周边的一个影响 那么如果 在我们的点 或者是一个 经济态度过程当中 有更多的点参与的话呢 它会带来一个 面上的一个影响 这一点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 我们会考虑和现在 比方说 智慧小镇的一个建设 以及长河经济带啊 或者是那个 竹山脚啊 或者是那个经济 这个经济带的一个建设 来做新的一个提升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现在有一个基础 以及相应的定位 那么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 技术的称为叫 云上工作法 那么这是一个数字化的 一个业务架构 那么产品来说的话呢 它可以适用于 不同的一个业务架构 那在这方面当中 我们会提供一个所谓的一个 云上的工作频道 那这个云上工作频道的话 它既可以是一个垂直的 按行业的 也可以是一个按业务水平的 比方说 那么我可能提出的最早的一个 那个云上工作频道 SaaS服务 就是企业的业务推货 那么这个是跨那个行业 作为一个那个水平的业务服务 来做的提供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将来的目标 是建立私有营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能力 帮企业去建立一个 私有营的业务 那么 我想2018年的话呢 我们会贯穿 架子联的那个工作坊的一个建设 那么我们会在当中的话呢 帮助来去集成各种各样的一个技术 大家会 经过再给我们系统 经过讲解的系统当中会看到 我们有各种各样应用 各种各样的工具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 是大家已经看到 有很多的玩家在这个当中 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一直 非常非常地关注 国外的一些 那个厂商他们的定位 但是我想啊 如果是以供应链 加上那个 区块链的信息服务 那么 可能 今天为止 还没有和我们做相通 那么我在当中想到的就是 我们业界的巨头和大佬 就是I连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后的话呢 我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些内容 重复一下我们的内容 我们为大家提供一个面向全领域的一个价值链的一个服务 和区块链服务 区块链技术相结合 开启我们的云上工作法 就是垂直频道 我们强调在这个当中 各个 个体和人员的权限参与 当然在这个当中 我们会去 尽可能 因为是SARS服务吧 我们会尽可能去利用到其他已经既有的一些技术 在技术上的话呢 我们强调社交化 终端上各种各样的技术 像结合 结合最新的那个 信息技术 对吧 结合那个 结合最终的 最新的终端技术 嵌入 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看这张图吧 这张图当中的话呢 它也提醒了我们 就是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什么呢 是提供一个 在任何的智能终端上面 能够覆盖 我们的供应链的各项的业务逻辑 在全球化的意义当中 来产生一个服务 那么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今天 大概讲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部分 有什么的话 大家来信指正 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补充 两点 因为这个帐中 没有提到的内容 第一点的话呢 我们谈到一个全球化 我们的平台的话呢 本身就能够支持做语言 而且的话 我们在我们过去给我们客户的运营过程当中的话呢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多语文版本的应用 那么我们现在的客户是在东南亚 理论上如果用户进行参与的话 那么在中文英文 包括你们本土语言之间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选择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另外一点 就是我谈到刚才我讲的那些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那么结合智能制造2025 把中国制造2025来说的话 那么我们是要提升 我们的一个创新能力 供应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积累了大量数据 我相信 这些数据为我们的产业创新